8月25日的啤梨曼博 剛剛劉細麥以後就講開 那些YouTuber 就是KOL在Patreon裡面的收入 其實我真的很難相信 但是林康正說是沒得騙的 據說蕭真人一個月就收600萬港幣 劉細良就收100萬港幣 我們連Patreon口都沒有打算開的 我心想 一百萬幾百萬 這麼厲害? 是啊 我就不敢說不信 如果有數據在這裡 那為什麼我們找一萬幾千都這麼懶惰? 是吧?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如收一個台去做Patreon 就算我老蕭 百分一有六平我也很開心 是啊 是吧? 我們連叫你們買一張貼紙88元 我現在的成本是77元一張貼紙 計清楚了 77元? 每一份貼紙77元 要計算設計費 是 我賣就賣88元 都沒有什麼人買 OK 我又不喜歡說三個月不賣兩個月就叫喊收皮 但是我們做得很辛苦又搬又抬 搞得兩天不舒服 成身汗 一天睡不到三個小時 其實我真的覺得呢 我老婆跟我說 你這樣下去你遲早會死的 因為我一天睡不到幾個小時 一個人做幾個人的東西 飯就吃不到 然後找到 剛剛那個台夠運作 自己也睡了一點點薪 跟林康正 於是就算了 夠運作就算了 但我看見Patreon 動了又說幾百萬 動了又哭了又說 你倆收十幾萬 我們又歌又沒有唱 你倆喝 又跳 你倆給我和我們是沒有錢分 就出賣色相 出賣色相 我們是一毫子分不了 然後那些樂手 都是分過千多元 人家又哭了 我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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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說十幾萬 怎麼這麼做來把辣 說起這些真是生氣 想想想 你倆喝 叫大家 有時候算了 真是無謂 為什麼呢 我不想加重我們網友的負擔 因為我留意了 他願給的就願給的 一見到你說又開YouTube 他又給YouTube 他本身又訂 原費 上來又上來買東西 上來入錢 他不願給的就堅決不肯給的 你只不過是將 我們哭怕的 就把負擔放在那些有能力上 而那些不給的 如果沒有能力 我一點都不介意 他未必沒有能力的 OK 他就說你倆說粗口 那你可以不聽的 我們自己看回那個 waiting 和那個收入 真是 真是太不笨合正比了 OK Anyway 鎮下而已 沒什麼所謂的 大家看看這個螢幕 右手邊都pay me 大家請知道 pay me 簡直是 不用YouTube收手 就快點不做中 是呀 OK 不要招待留言 做會員都沒有所謂 今天就說 不要被人看死會重新做人 說什麼呀 這一句 不要被人看死會重新做人 我不太明白這個語法 不要被人看死會重新做人 這是有一個文販閹階 我三次都沒明白 我當然想寫什麼 但是這個語句 這個語法實在是很難聽人難明白 不是的 我們那個人 不要啊 還有很多人支持泛民 要不然你劉細良 怎會有100萬一個月啊 是吧 我們這些 一個月的100萬 十皮都沒有 兩皮都沒有 如果說課金 全家產 屌你了好不好 那當然我們有本事 那些沒有本事的人就欺負 我們有本事就不用欺負 這樣簡單而已 好了